今天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 俄乌冲突在战场上的一些最新变化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 俄军似乎最近是对阿富杰伊夫卡的攻势 特别的猛烈 而且我们不妨从一张地图上来看一下 现在俄军是从南北两个方向 对阿富杰伊夫卡的市区来进行突入 那这两南北两个阵地之间 也就是图中画圈的两个位置的距离 据称是不超过五公里 北面阵地距离 乌军主要的补给线的距离更近 只有一公里左右 所以丁老师 现在是不是能够表明 向阿富杰伊夫卡这个战事 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是这样的 就是阿富杰伊夫卡这个城市规模很小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它离这个东涅斯克市非常近 而离这个东涅斯克市的这个机场就更近了 如果从我们看地图的话 它就是相当于形成在战线这个里面 形成了一个缺口 所以俄罗斯是一直想把这个 乌军从这个地方赶出去 但是这个地方乌军从2014年以来 就修建了这个非常坚固的防线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双方在这个地方争夺了将近一年 非常的惨烈 进行非常惨烈的这种阵地战 包括巷战 那么近期局势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因为乌军总体处于一个缺冰少炮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从俄罗斯的考虑来讲 因为俄罗斯三月中旬要举行总统大选 我是觉得俄罗斯的目标就是在大选前一定要拿下这个城市 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因为乌军比较被动 有可能是尽管修建了很坚固的防线 那么也有可能守不住从这个地方撤出来 那么总体上看 因为现在乌军的这种不利局面 他已经从这个战略反攻转向了战略防御 所以他也做好从乌军的角度来讲 他也做好了从一些战略要地撤出的准备 所以我们现在的战略要地撤出的准备